主播美国政府在美东时间9月16日 针对2亿2800万美元和台币约72亿元的空军 开放式零附件修理回运对台军售案 正式的进行知会国会程序 那外界可能会好奇 这一次的军售案包含哪些内容呢 那专家就研判 可能优先以F16战机的零组件为主 另外也不排除包含IDF战机的发动机 或者是C13栋等军机的零组件 其实这一次呢 总统府的声明就提到 这一次同意公售的军售案呢 有助于维持我空军各行机装备战备以及妥善率 来应对中共常态化灰色地带的侵扰 那同时呢 总统府也强调 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 是维持区域稳定的基础 总统府也感谢美国政府基于台湾关系法 与六项保证持续来强化台美合作伙伴关系 与我国共同守护区域和平稳定 另外这也是拜登政府 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6度宣布对台军售 进行智慧国会程序之后呢 渴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以上是最新情形 把时间尽头交换棚内